最後兩個星期一個轉念就可以改變台灣的未來 台灣詐騙很多 其實剛才賴副總統就在示範什麼叫詐騙 我請問你 我什麼時候說過接受一個中國 你說兩岸一家親 我跟你講2015年我就講過 你們2016年的選舉 多少個你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拜託去站台 連我媽媽都被拉去站台 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幾次 那時候你們怎麼不覺得兩岸一家親有問題 把我利用完了 拿到政權了 就把我踢走 兩岸一家親我2015年就講過了 你們當時怎麼不覺得有問題 還有你剛才在講說 丟掉邦交國 我們在批評政府 你都不能拿出來 我知道台灣外交有困境 我不會去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還有一點 你自稱說市政成績很好 虧你還是醫生 你忘了你當市長的時候 登革日死了多少人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深入而實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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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4點兒 1月14 1月13 3點水 1月18 2月18 1月13 3日 2月13 1月13 2月16 2月15 18 9月14